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到个本大,欢迎来关在把好哥哥的约瑟夫啊 这方面的话,咒术杂技,佣兵加病患,牵制能力很强,那么一套阵容 这把的话,面对对面的四黑,我们来看一下好哥哥怎么打啊 讲道理,这个阵容,其实打约瑟夫还是可以打的 而且如果占据优势的话,还挺好打的 当然这个优势呢,不一定就是你想战就能战 不是你操作好就能战,你得看约瑟夫他的镜像 约瑟夫的镜像节奏不好,你才有机会通过你的操作去占优势 约瑟夫镜像节奏好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么跟你们也没有关系 第一波的话,好哥哥这边过来,应该是有一个五刀开了 下一个点的话,应该是再往前走,我们就已经看到前面傭兵的一个位置了 这里两刀,再往前走,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路线 我们之前也是经常在那个观战当中看到好哥哥有这样的一个路线选择的 他这边是把人挂上再过来砍一刀吗,为什么不先砍一刀再把人挂上呢 这一刀我觉得他有他的生意在 就是,因为你毕竟打一个气球刀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他可能是晚一点打这个傭兵,然后想给他们一个错觉 我觉得一定有他的生意,有没有观众可以替我解答的 这边的话,直接交闪现秒掉一个人,我觉得这把好哥哥大概率就拿下来 这边一颗球跳,直接闪,不闪吗 这波怕闪过来打不到东西 球稳,再绕一波,毕竟我带的是封窗,对不对 你这里窗被我封了,你还能怎么办 位置上面来讲,转牌回来,漂亮 但是有个减速,够不够,漂亮 帅呀,你看这种节奏,你穷者操作好有什么用 在这种约色负面前操作好,是没有用的 刚好这边节奏,人挂上以后拍一张照,非常的舒服 傭兵这边还补不了血,那只能怎么办呢 一个有薄命的在椅子上面,另一个有薄命的这边一刀没 病患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薄命 病患估计有个薄命,这边是把病患状态补起来了 好哥,这边转牌回去做防守 难难难难难,这个局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觉得穷者,卡一个视野,过来一刀 再追,打中的是杂技 杂技这边的话帮忙扛住这刀其实蛮关键的 这边病患吃双刀,是很容易出直接就结束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病患吃一刀以后,杂技是不是椅子上面 他的镜像还在椅子上面,那你还要去捞这个镜像 捞这个镜像以后呢,我这边可以把这个病患给挂了 然后把杂技挂进上椅子上面 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杂技在外面会倒,你还补状态什么的 然后我这病患新挂以后,拥兵又救不了了 这时候你得干嘛呢,你得把这杂技从倒地摸到满血才能来救人 那这个病患是不是过败了,你让我咒术师过来救人,行不行 能,可以,你也可以救人,救了没有博命 这边的好哥看到这边咒术师过来以后打一个针对,直接挂上 是不是,这个局求人者就已经没得打了 所以说这波杂技来帮忙扛到,我觉得真的扛得非常非常的好 保护了这个病患 现在的话这个杂技应该是会被卖掉 对于球者来讲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救不救的 他们一定不太会来救了 但是核心问题是这个机子不够,这个机子不够 转牌,过来 这边的话拥兵蹲的倒是不错 好哥这边应该是要切船送的 船送落地秒掉并换的基本上就赢了 我切船 我切船,他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早会切船嘛 好哥切船好像也没那么早 这个传送刚才的话我有点太过于简单想象了 这里的话排到傭兵的位置,转牌排到了 傭兵这边的话面对一个有闪现的约瑟夫 一个护臂跳开 但是我就耗你护臂啊 我这边拍了个照压住球者里面面码机 对吧,你们面码机现在被我这个地上压制住 我这边就耗你护臂 我能平地打你打你 我能叫闪现打你打你 我怎么样反正能击倒你我就把你给击倒了 看见了外面的咒术师 这边的话是想来偷袭一波 切镜像拉近一个距离 但这咒术师是个满血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抓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抓 他这里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打镜像会更好一点 果然好哥也这么想的 这边的话找到了咒术师的镜像 两刀把咒术师的镜像一打挂上全员残血 这里病患状态补不了 游兵状态补不了 咒术师倒地 然后好哥哥这边挂上以后转牌找到咒术 游戏结束 太过于清晰了 这把的话这个约瑟夫的局 我觉得是无解的 真的是无解的 你想象不到啊 这边优兵过来卡 卡吧 卡卡卡可以 卡了是吧 我手里有闪现 你怕不怕 对不对 我手里有闪现 你的护皮交不交 闪现一刀 好的 病患这边的机子 就是是教自己 病患这边机子如果能修炼 因为众术那边理产机差的也不多 如果说病患这台机子能修掉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吧 这里的话病患要用他的勾 找机会去把这幽冥救下来才行 但理论上面来讲 不太能行啊 这边的话位置他们不太好交勾 他只能反向交勾 这个勾交了我觉得就没机会了 这个勾交掉的话 穷者应该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只能是正面硬冲 去把这优兵捞下来才有一线生机 而这个勾这样子交了以后 对于好哥来讲就防守就可以了 把人挂上了以后 我这边防守把他挂飞了 剩余两个人 对吧 怎么地开门站再留一个赢了 怎么地开门站再留一个赢了 刚才这边的话 我觉得病患只能强冲 能不能冲的下来不知道 但是他不冲 我觉得就一定没机会 因为这个你冲下来了 你这边还要算好时间 这个镜像的一个时间什么的 一刀好并换倒地 这边的话你这镜像救不救 镜像捞不捞 一刀漂亮 哎呀三刀卧槽 这一把约瑟夫真的是 又有那种拍宣传片的感觉了 好的也是该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